嗨 大家好 我是歐瑪 最近很多企業紛紛要跨界進入到傳統農業 像比爾蓋茲默默開始當田橋仔 或者是像百年企業大同要準備開始來蓋豬舍 到底這次企業是看中哪些潛力 要在這個時間點跨界進入到傳統農業呢 其實這一切都跟循環經濟有關 特別是不動産的循環經濟 今年來富豪貝佐斯和比爾蓋茲買起地來不手軟 比爾蓋茲名下的農田有四個台北市這麼大 將近27萬英畝的農地 在2020年成為美國最大的私有農地持有者 就連麥當勞薯條都來自蓋茲名下的馬鈴薯田 美國大約9.11億英畝的農地 有39%是出租給農民耕種 這些出租農田的主人有八成不務農 這些頂級富豪就是看上這些土地投資的穩定度 尤其近年來地價持續的飆升 租金看漲 這些富豪地主光靠租地 就可以有穩定的收入保障 在疫情影響下運輸成本提高 全球農產品畜牧業生產分工逐漸失去優勢 近年來食安危機 消費者更相信自家產品的品質保證 並願意為其買單 因此也掀起農業科技與循環經濟的風潮 最近百年企業大同也加入這場循環經濟的行列 在台唐46億元諸涉改建工程案的得標業者 大同拿下7座諸涉改造建案中規模最大的一座 總投資金額預估超過百億元 聯合國指出 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的甲碗 有三成來自畜牧業的排泄物 這個最惹人厭的傳統產業 如今要數位轉型及資源循環 台唐參考丹麥、荷蘭等國際畜牧大國的做法 讓畜牧排泄物產生的甲碗排放 能反過來成為發電資源 不污染環境反而再次被廢物利用 新租社平均每座造價逾6億元 從發電、污水到飼養 每一樣都需要新的系統進行辦自動化的管理 一年營收規模預估約30億元 還可以複製到雞、牛、羊等其他的畜牧業 是個可以持續生耕的數位轉型新市場 未來海平面上升 那陸地資源就會越來越稀缺 或者是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 適合人居住的空間也會越來越限縮 所以關於土地的永續經營 或者是相關循環經濟 將會是接下來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對於這樣課題有興趣的朋友呢 記得一定要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或者是在底下留言 持續的跟我們互動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Darren